因为最近呢,这个Omicron这种南非变种病毒呢,肆虐全世界啊 这个很多这个人都在担心北京马上就要召开的这个 全世界最盛大的体育盛事啊 北京2022冬奥会能否顺利进行,对不对 各国参赛运动员的这个安全能否保证啊 所以呢,起因是美国啊,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奥委会的主席David Shoemaker 他提出了质疑,甚至他建议呢 北京冬奥会效仿东京奥运会推迟一年 等疫情结束了再办,这是,这简直就是吃人说梦 你知道一个冬奥会涉及的方方面面和投资巨大 你不能说,说推迟就推迟 而且中国现在疫情控制的非常好 中国北京控制疫情的这个情况比去年 这个,东京奥运会控制疫情要好得多 为什么不可以举办冬奥会,对不对 这是属于纯属于,属于那种鸡蛋里挑骨头 反华的这种气焰嚣张 可是没想到呢,他这一言类居然引出了支持者 现在目前在国际奥委会,就是IOC最年长的一位 加拿大籍的一位,呃,这个委员呢 他叫Dick Punk,他居然支持 他是第一个公开主张,这个让北京 停办北京冬奥会的这么一个国际奥委会的成员 这个加拿大的,大家都知道加拿大 反华气焰嚣张 因为加拿大从特鲁多开始一直都是 川普的跟屁狗嘛,对不对 美国政府要什么,加拿大一定是跟随 对不对 美国政府要反华,那加拿大一定是跟随 那这是马前狗呢,肯定的 现在这个Dick Punk这个混蛋呢 居然提出要求取消和停办北京冬奥会 真丢脸啊 这个欧洲媒体啊 这个美国的媒体都说 这真的是吃人说梦啊 对不对 你真丢脸,就像美国说 我们不派官员参加,你爱来不来 对不对 你运动员都积极参加 人家等了四年,你让人家再等四年啊 神经病啊 再说北京冬奥会投资巨大 对不对 什么事情都已经安排投资巨大 而且北京感染人数很少嘛 对不对 美国你妈的一天感染70万呢 那老百姓照样在大街上跑 跑那个马拉松啊 照样出去该吃磕该喝喝 马照跑舞照跳 怎么没人管呢 没有人干涉嘛 那加拿大应该来干涉美国内政 说美国这不人道啊 对不对 死那么多 一天死 三四千人感染一百万人 居然没人管 还去管中国冬奥会 对不对